大家好,我是乌亚修长 这个视频呢,咱们做下复盘 今天是2022年2月21日,周一 那么市场今天的表达是强势弱 数字经济涨翻天 大盘收心 创业版方量营 后市怎么看 咱们呢,先看大盘指数 然后呢,再结合板块的强弱表达 那么对于我们的商政指数来看的话呢 那么今天给出的是一个忧伤心 量能的话呢,和上周五上都是几本之评 整体来讲它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方量 还属于纯量的一个范畴 那么上方的话呢 值得注意的是3500到3550点 是一个重要的压力区 那么这个压力区能不能突破至关重要 不能突破的话呢 这个位置要防范的是冲高回落 那么结合五分钟的残论结构的话呢 那么上方咱们前面多次表达的一个节点 从3708点位以来 它对应的是一个五分钟中枢的扩张 升级为三分钟中枢 那么这个三十分钟枢的下沿呢 其实也是在3550附近 所以说呢,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么观察的基点 明天对应的 如果说能够上行补链打出去 那么呢,挑战一下3550 三分钟枢下沿的位置 那么它短线可能会虚命 如果说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3550始终没有突破 那么当前我们再比较一下 从3356点以来 这是一个大线段上 回落 这是一个大线段上 那么就残论结构的话呢 这个位置它实际上是可以当成一个五分钟中枢 走的是五分钟组织列行上 组织列行上的话 那么对比有两种多一性划分 一,对比这一段和前面这一段的上涨 那么它的时间周期是相应的 内部结构呢更饱满 但是它的空间不如第一段 所以说呢,这个位置上涨 从指数的表达来讲 它是有防范的上涨衰竭和力度衰竭 好,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如果把这个位置当成一个五分钟中枢 回落 五分钟三点来点反弹 那么这个反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后面可以把更小的周期 把前面这个小低点作为一个防守位 如果说是阴阳交替 增大始终不破前面这个小的低点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完全可以在那中再往上 就属于什么呢,还是属于这种增大上的一个节奏 如果说呢,快速跌破前面这个小低点 那么防范的是走一个反向的运动 在考察前面这个位置 什么意思呢 对应的 这是属于用更小级别来去观察 例如说用一分钟的一个视角 一分钟视角的话呢 首先当前的一个节点 从三千,我们来看 从三千,三百五十六点位以来 那么对应的 这是一个一分钟指数类型上 一分钟的趋势上涨,趋势被迟 这个位置呢 下跌的比较猛 一分钟的几跌 就把前面这个中枢给跌破 跌破过之后的后面 它又经历了一个还涨 一分钟还涨的结构 当前呢是属于重心仍然上移的这样的一个小特征 那么对应的它的观察节点呢 是什么 短线的就是短期的一个强弱表达来讲 上方三五五零 以及三五三千五百点 三五五零是一个承压区 那么呢这一段的上涨和这一段上涨呢 它是力度有衰竭的这一点 所以说呢后面如果说料呢 还没有明显的放出来 防范呢是做一次回落的一个防范 这是一个视角 如果是更小级别的结构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有两个位置 哪两个位置呢 一个是前面这个地点 这个地点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震荡当中 给个一分钟的线段下 或者是一分钟的 在哪个线段下的表达之后 始终不过前面地点 那么它依然可以把这位置作为一个 中枢的升级 然而的话呢 再起来先上离开段 但是到时候呢 同样再对比 它们之间是否又被迟 这是一个视角 所以说这个位置不破 那么对应的接点是什么呢 对应的接点 三千四百四十七 这是一个可以把它当成 短线的一个防守位 就是超短的防守位 那么再往下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破了 破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如果说能够 给看它内部的下跌 和前面这个位置相比较来讲 力度是增加的还是缩小的 就是对于商量指数的话呢 大周期三千四三千七一带呢 三千四到三千七百三这一带呢 是一个大的增浪区间 小周期的话呢 那么三千五到三五零 这是一个沉压的基点 所以说呢 对于指数来讲 大盘当前依然呈现的是一个增浪格局 只不过防范一下 如果后面有一个小的调整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增浪 那么调整下来呢 找机会点 那么我们再看创业版指数 那么对于创业版指数的话呢 今天是明显的方量 方量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阴阳交替 方量因把上周五的十字星给包含掉 包含掉的话呢 那么代表的是资金的分歧 资金分歧的话呢 其实今天更多的体现的是 像硕制经济方向 东索西算 这一块呢 它上演资金的一种扎堆 这个扎堆的话呢 也是周末 进一步的 利好消息的一个刺激和发酵 那么当前呢 对于创业版指数来讲 它的一个表达来讲 依然是属于弱势的一个节奏当中 或者说大的结构来讲 它当前的是属于 从三千五百七十八点位以来 大的日线的这样的一个 大的下下跌结构已经形成 后面的话呢 大概的会延续 所以说呢 短周期来讲 这个位置 它存在局部的板块 例如像收字经济 可能会保持活跃 但是整个创业版指数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是属于破位的一个性质 只是把它理解为破位周的反处 好 那么这个板块的表达 板块表达的话呢 那么今天对应的 其实像收字经济的咱们前面 是反反复复复复复的讲道 其实对应的不管收集中心 云计算 大数据 包括呢 像数字货币 人工智能 软件服务 等等 这些的话呢 都是咱们前面多次点评到的 那么在上周 是上周五 周末 对于东索西算 但是大家会细看 会发现什么呢 东索西算里面的绝大部分个股 它和原先数字经济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 例如像数据中心 像云计算 像大数据 所以说呢 它为了的还是数字经济 这一个方向在进行进一步的发酵 所以说呢 对于数字经济方向 今天是属于呈现的涨停潮 涨停潮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的热度 当前是属于无与伦比的 但是呢 高潮之后容易分化 后面如果说有分化 有增浪 有调整 有这样的一个回落 那么呢 在挖掘它的短线的低吸高泡的一个解锁点 而且对于不管是数据中心 云计算 大数据 咱们前面呢 对它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像数据中心 这个位置呢 它是把它作为一个破位反抽 反抽过之后的话呢 反卖回落 但是呢 回落下来 对应的 依然值得挖掘内部的一些低吸高泡的一个节点 好 那么对应的列度像大数据方向 这个位置也是如此 上方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趋势的破位 当前呢是属于消息驱动下的这样的一个连续的放量阳 放量阳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连续两天这样的一个高潮 连续两天这样的一个大上场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对应的大概率会有一个冲高回落 或者是分化的动作 所以说呢 对于数据经济方向 值得反复去跟 但是呢 连续高潮过之后 后面 尽量不要用最高的一个视角 而是呢 等它分化一下 等它调整一下 然后用低吸的一个维度去跟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其他 其他的话呢 例如说像建筑方向 建筑的话呢 今天指数是属于分化的 但是里面的个股 整体依然保持这样的一个活跃 所以当前对于市场的一个方向的话呢 两大阵营 那两大阵营呢 一个是像建筑基建类的 但是这建筑基建这一块的话呢 适合用一到两年的这样的时间周期 用长期的一个视角去观察和跟踪 而对于数据经济方向的话 比较适合用短线的视角 反复的这种低吸高抛的节奏去跟 肩好就收 肩不好就跑 好 再者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像新能源 咱们前面讲到 对于新能源板块的话呢 它实际上 是属于下先观察下行 偷到有没有改变 下行通常改变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它是前面面临就在2021年面临这样的一个持续疯涨大涨特涨过之后 当前还属于这样的杀估值的阶段 当前呢 只是下跌之后的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反弹 那么后面能不能延续 要看板块能不能保持持续的放量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咱们前面讲到观察一个板块 是否有持续性的三个维度 第一个的风向标 第二的话呢 对应的像 成交量 板块有没有持续的放量 第三个的话呢 趋势以及个股走出很强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当前热钱集中在数字经济方向 然后的话呢 中期的资金机构资金的话呢 那么对于像建筑工程这一块的话呢 是认同度比较高 但是它的视野更长 所以说为了这样的一个方向进展开 可以去反复进更入 好 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 是要如果说整个板块并没有明显的放量的 而且属于持续缩量的 那么呢 反弹过去防范后面继续 要么是弱势震荡 要么是横盘之后 或者是反弹之后 机遇新低 所以说呢 当前对于市场的把握来讲 方向很重要 节奏很重要 好 这是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表达 那么核心的话呢 热钱聚焦在数字经济方向 数字经济的话呢 不仅仅是 像数据中心也好 大数据也好 云计算也好 软件服务也好 数字货币也好 东索西算也好 这都可以当成一个体系去更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那么高潮之后容易分化 分化过之后 那么再去挖掘一些机会点 可能更加的稳妥 好 再见